解密仅次于原子弹的机密,中国印钞造币技术,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,一个国家的流通钱币,通常,是有板骨子型印刷、铸造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,印钞造币远远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,印刷货币是一项困难,且技术要求极高的事情,如果造不好使得市面上假币盛行,就会严重干扰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,给金融业的安全,稳健运行造成极大威胁。 所以,能将一张张百只变成主权国家的名片,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在一定程度上,也像盯着一个大国的科技含量水平。 美国印钞厂,目前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,仅仅只有50多个国家,可以自己制造钱币。 另外的100多个国家,都是由印钞技术较好的国家承接生产。 实际上,现代印钞设施极其复杂,运营成本昂贵,还需要拥有普通企业无法达到的高精尖技术,以此降低被仿造的风险。 针对一些安全性要求,还是面对不菲的专利费,许多国家无力承担、验制成本。 有媒体报道称,考虑到成本问题,丹麦等许多国家更倾向,于将货币印刷业务外包出去。 其中,印度为了印刷纸币,还需要从德国和英国进口袋水印的纸张。 建国初期,由于国家相关技术能力的缺乏,曾委托苏联验制过一段时间人民币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,中苏交物以后,苏联人傲慢地拒绝继续提供这种技术支持。 但是,中国印钞行业前辈并不气馁,短短三年时间就攻克技术难关,为第二套人民币印制过程中,设计的纸张油墨,版式设计,式版雕刻,防卫技术,印制工艺和印制机械的全部国有化做出了极出贡献。 大团结,纸币,第三套人民币十元券,在1966年发行的大团结十元纸币中,左上方采用的平图印多色接线技术,在当时就领先世界二十年,直至现在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 从那以后,中国的印钞业,走上了完全自主化的道路。 马仁轩,SDL印对应技术团队总工程师,2010年,国家技术发明一本奖,就颁发给了SDL印对应团队。 这一技术挤着了全球印制行业内的共性难题,在纸币领域甚至有无熬不成帝这一说,因为老板印刷线条的粗细及幽默的浓淡层次,在刻板时可以任意可控制。 不易被模仿和伪造,使得奥印技术成为了防伪的关键。 印制两亿张尼泊尔一千卢比钞票,中国自主研制了世界首台奥印对应机,解决了奥印对应的世界性难题。 并相信在日本、瑞士、德国获得了国际专利。 2016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,在与英国等国家的殖民企业激烈竞争中胜出后,获得了为尼泊尔全印两亿加尼泊尔一千卢比钞票的订单。 作为尼泊尔央行发行的最大面额的钞票,同时对防伪技术和窍面设计,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。 从订单中标,到第一批产品发运,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前后只用了五个月时间。 同时,验制过程中的板、墨、纸、线,包括印刷技术的集成,全都采用国产化。 第五版人民币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人民币逐步向可自由兑换货币方向发展,从而要求人民币在券铁结构、挑面材质。 制版印刷技术、基督性能及防伪措施等方面,都要具有国际线界水平。 这些新的要求在第五套人民币身上得以集中实现,以第五套人民币100元却为例。 经过从1999年版到2005年版,再到2015年版的两次提升。 光彩光变游墨、全息磁性安全线、光变路空开窗安全线、计算机辅助设计制版、数字白水印等逐度国际线性技术得以成功应用。 实现了人民币防伪技术集成化、系统化,提高了人民币的整体质量。 第五套人民币在公众防伪、专业防伪、基督防伪水平、流通耐性、综合品质等方面,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。 中国印钞厂工人,通过40多年来不断成绩国外订单的过程。 今天的中国印钞造币已经发展为23家大中型企业和一家国家级技术中心的产业集群。 在全球同行业中产业规模最大,门类最为齐全。 中国印钞造币、中潮品牌应运而生,特别是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。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牢牢抓住这一大好契机,确立了国际化发展战略。 如今,中国印钞造币产业,已经稳坐世界第一。 一国货币建造事宜关系重大,其他国家不求美国,欧洲放自己住币。 独独青睐中国的原因,莫过于中国印钞技术水平先进,中国造币技术的崛起,也为人民币追逐美元,欧元提供了有利法码。 相信未来,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咱们绢当后,别忘了解讃真正当。 您不曾保分王权,您将有力blocks的安全患者进入堂基建筑 Lock, コメด那只要在一者挡持出土地界的